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众计班的学员 我们要准备上课 在上课之前我们一起同心末导 阿们 奉主义书圣明开始上课 在我们上课之前呢 一样有老师跟大家一起 用悟心祷告 跟大家一起祷告 我们现在闭幕末导 哈利利亚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所爱的天父 感谢赞美你 因你的慈爱带领着我们 虽然在国家的严重的疫情之下 我们还是很庆幸的 在你的面前 一起守安息日的课程 也求主耶稣带领我们的课程 能够让学员们都能够吸收到 在这堂课能够看到 扫穆尔 扫罗王 大卫王 以下的诗集 求神借着普人的口 能够述说你的话语 让学员们能够熟悉 你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 如何在神面前自觉 能够做好做器皿的服务 求神能够带领 也借着这个祷告 能够让学员们都能够清楚明白 我们都是神所中用的器皿 求主耶稣帮助 愿一切都能够带领 尊者神的旨意 明白你的旨意 行主你的道 愿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圣名 哈利路亚 阿们 那这堂课 在圣经里面 撒穆尔记上 他是第九卷 里面 告诉我们 有几个大纲 就是认识撒穆尔 认识扫罗王 以及大卫王 那这里面 撒穆尔 以及他的妈妈 让我们知道 借着他妈妈 哈拿的祷告 以至于神 听取了他的祷告 然后得到这个宝贵的儿子 撒穆尔 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 看到的 撒穆尔的第一章 就是 我们所认识 神 很恳切的 向神祈求 哈拿能够在祷告中 得到神的应允 也是让我们现在的人 能够去了解一下 祷告的功能在哪里 尤其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艺人的祷告 是何等大 在出于 内心里面 一颗很虔诚的心 就是一个 没有假想 很 单一的执求 没有带领所谓的 利益的关系 在神面前的祷告 是绝对是 会受到神的 垂听 这是我们应该能够学习得到的 那在圣经里面 有告诉我们许多 一些 先祖所 在神面前所做的 在祷告中 得到了很多的启示 当然这些启示 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我们也正在努力的 学习他们所做的方式 我们从 第一章第二章看到 哈纳向神祷告之后 神应允他 就是 有这个孩子 当然 我们第一章里面 诉说到说 哈纳的父母 伊利加纳 跟他的妈妈 他的父母每年都把他 跟他的妻子 一家大小都带到神的殿 那个地方叫四螺 都带到那边 每年去 就是做先祭的动作 一直到 哈纳生小孩之后 撒木儿 渐渐的长大 也 借着 因为 撒木儿 在断奶之后 哈纳 便将他的 儿子 献给神 就是说 因为他是 从神而来的 所以 这个神 要为 献身 当做神的儿子 来使用 所以我们才可以 看到这里 所看到就是说 撒木儿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 父母也同意之下 说 因为这个孩子 是从神而来 所以他能够 在这个当中 也甘愿去做 这个侍奉的工作 第一章是这样说 到第二章的时候 神已经运营了哈纳 在那个时候 生了一个 儿子 在他断奶之后 就 拿到 圣殿里面 去做献祭 还 约纳所许的愿 这是我们 在一章里面 所看到的 二章里面 哈纳就称颂耶和华 说因为这件事情 不是人所能做 而是神 借着他 极大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看到 也看到了 哈纳 因为 求神 然后得到一个儿子 也借着这个儿子 也感谢神 这是二章里面 所提的 二章后面 就讲到这个 神 看到以利 祭司 他两个儿子的 不良的犯行 这是我们在 分经里面看到 我们希望说 做一个警惕 我们现在中级班的 也算是年轻人 在学校可能会碰到很多不良的 同学 有不良的一些举动 可能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也会受到影响 在他的行为上面 多多少少 因为这些同学的影响 会受到一些不好的虚信 这个我们偶尔也会听到一些 我们自己的小羊 受到外面的诱惑 做出不好的行为 那以利两个儿子 虽然是做了祭司的动作 但是他做了一些很不好的示范 那在圣经里面也看到 就是在圣殿里面 有做了不好的 在二章十三节 十四节都看到 这是一个 作为祭司 不该有的动作 就是 在还没有献祭之前 就把一些该献祭的 伸出的肌肉 私自就把它拿出来 甚至不管在献祭的人 这种举动是不对的 然后呢 更不好的就是 在里面也做出一些 不该有的 这是神所不允许的 二章二十二节里面 就说 与妇人苟合 这是我们 就是所谓的第七节 这是我们应该也要警惕的 这是 基督徒里面 也是当手 这个诫命里面的一个诫命 希望我们 学员也要能够稍微熟悉 神的诫命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 也等于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 在神面前 神也会悦纳 在三章里面 因为看到撒木尔得到启示的一些动作 就是 一律祭司 神的愿意稀少 不常有默示 这个话题 从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 我们可能 没有 真正在祷告的功夫上 寻求神 以至于神不会给我们太多的警示 我们可能 想说 在祷告里面 只有想我们自己想要干嘛 就要做什么 但是没有想到说 在神里面 神要从不同的角度 给我们说 我们要当怎样行 才会能够得到 我们所得到的 当然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所求 马上就能够得到 可能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们行的安全 一时住行 可能会出现 神在不同的时候 给我们所谓的平安 这个可能 我们各个家庭 也都会有这样的平安 这是我们也感谢主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 另外还有提到 萨木尔长大之后 一样 因为他先学了 做祭司的工作 从小也学习了他 他母亲打告的功夫 所以 渐渐长大之后 从一开始第一次 神呼喊他 在以利的面前 到最后 是神呼喊 萨木尔 他亲身去回应了 神的呼喊之后 神就很多 启示给萨木尔 从那时候 萨木尔才有正式 将神的话语 告诉祭司 也告诉当代的 以色列人 这是我们从三章里面所看到的 那第四章 是 当时 当时以色列民 要去 面对 非力士人的 迫害 这个是 我们看到很多次 所谓的战争 从 摩西 带领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 也有很多所谓的战争 一直后面 以色列 以色列王 基上下 也有提到很多的战争 那这些战争 我们从圣经来看之后 有很多战争 是 神 要这场战争输 那绝对是有原因的 那这场战争要赢 绝对是出于神说 我们会让你赢 这是 直接在圣经里面 就直接告诉 这些所谓的 比如说 扫罗王 大卫王 他们都能够这样做 因为他们愿意 垂听仆人的祷告 所以他们就会去做这样 能够去实行的事情 四章里面提到一个 约会秘鲁 那当然是 因为 神的子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没有做好自己的 所谓的 好的行为 都在世上是做了不好的行为 以至于在做征战的时候 被敌人 击杀 我们看到四章里面 一律的两个儿子 和尼佛 斐尼哈 因为在那场战役之中 同时 被敌人杀灭 这个是一个 蛮错愕的一件事情 当然 上战场 总是会有 所谓的死伤 这些死伤是难免的 只是说 神要怎么样 让这些死伤到 减轻到最少 四章里面 看到就说 被敌人扑杀的 一下子 一下子就倒三万 这个数字真的很高 当然刚上战场的时候 大家好像说 很有 有 志气 他们的志气在哪里 约柜 因为有约柜 等于如同神 统领 这是在当时的 百姓里面 他们能够对这一种 动作 把约柜 抬到战场上面 让敌人就说 在以色列里面 神同在 他们就会惊慌 是这样子的 可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说 当时的战争 战败了 约柜被被掳在菲利市 被菲利市人 带去了 当时的以利基斯 已经年长了 约九 神经记载九十八岁 岩木发指不能看见 有人会来告诉以利基斯 他说 神的约柜 被掳 一听到那当下 倒下去跌倒 脖子断颈 就这样 就走了 这是蛮严重的 那 这个家庭 比如他的 媳妇 菲尼哈的妻子 产其道 那生了一个儿子 叫以加伯 意思就是说 神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 这是一个蛮 看到的话 就是说 蛮惋惜的 当时的人 如果没有 没有离弃神 如果同心 我们讲的 如同义人的同心 那这场战争 不应该会是这样的结局 当然 在第五章所记载就说 因为 约柜被菲利斯 掳去了 当时神就 然后 惩罚他们 一开始他们把 约柜放在一个 大古庙里面 隔天 他们去看的时候 这些神像 都跪在 就是倒在这个 约柜的前面 他们就把他扶正 隔天 又去看 头啊 脚啊 头手都断掉 折断了 只剩身体 这是一个 很蛮 在我们来看 是一个很大的神迹 在神面前 是站立不住 如果 拿到我们现在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 是说 我们敬畏神 这样子的敬畏模式 相信神一定会 带领我们 不管在做 什么样的 事迹 什么样的事情 什么样的 做法 神一定会 被看顾带领我们 那 后面 因为这个约柜被掳 当时的 非力士人 就得到 痴疮 这个蛮严重 而且当地的人 几乎 就在那边的人 几乎都得痴疮 他们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约柜 神惩罚了他们 所以他们想说 要把这个约柜 还给以色列民 在还的当中 去做了这个 所谓的 金像 那个像是金字窗 还有那个金老鼠 记载在六章的 事节里面提到 当时他们 知道 这么做是不对 所以说 他们就 把 这个约柜 坐上 用牛拉的车 把他们归回 还给 以色列民的时候 没有人带头 就让那个牛 就带回去 牛不用交 也没有人带 自己就回到 以色列民的地 当然那时候 有一个地方的人 也很好奇 说想要去看约柜 在那个地方 叫 博士卖 在博士卖 博士卖人 当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观看约柜 回来 神就击杀当时的人 那当然这个重点就是说 一般人是不能去接触 约柜 像我们所知道 只有 第一位人可以去触碰 因为他们是被 赋予任务 所以可以去动这些东西 其他人都不行 包含这些所谓的 以色列民 都不能 只有第一位人 才可以去动 这个是我们从 圣经里面看到这件事情 五万多人在那边 当时曾击 击杀了七十人 这个数字很高 那我们要知道说 人要自解 不要因为说 自认为自解了 可以去做 但是在教会的圣工里面也是一样 什么样的圣工可以做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 我们从长迟传道的口中 会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说 我们当怎么样做 什么样的人可以做 并不是说 从自己的心里说 我想这样做 我要那样做就可以 不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要有一颗 很虔诚的心 也愿意为主做圣工的心 配合负责人 提醒 叫我们能够有机会 做教会的圣工 这个就是 人就会很努力 当然 神也会看重 每个人有一颗心说 我要做圣工 当然 前提是 我们自己本身要有一个 自解 就是说 不要有不好的 行为 有不良的家庭模式 这些都不允许在教会做圣工 所以我们要遵守 神的诫命 另外 要打一场圣战 除了 先知 事师 借着向神祈求之后 去出征 这件事情是一定会成功 这是从圣经里面 我们所看到 蛮多的例子 可以让我们学习 那当然我们在做圣工之前 也会借着这样的模式 先向神祈求 神怎么样带领 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 大家都同心 为了这件事情祷告 比如说做 不道的工作 访问的工作 或是户外不道的工作 这个我们都要向神祈求 我们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七章 七章里面就说 神在 在 米斯巴这个地方 兴起了他们的信仰 让以色列的百姓回归信仰 让他们说 我们能够要在这里呼求神 这是要让我们知道的 那在这个七章里面 那在这个七章里面 撒木耳做事实 也有 很满长一段时间 在那个那一地 就是我们讲 那时候 以色列的 所 占领之地里面 事实或是先知 他们都会去 寻法 不管到哪里 讲述神的话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 可以看到的 那八章里面 有看到 撒木耳因为年纪大 百姓呢 有看到他的 长子 跟赤子 在神面前 也是一样要做先知 但是他们没有做 做好做 所谓的 事实的动作 没有寻 撒木耳所寻的所谓 正直的 就是在神面前 不做恶事 就是做一些 所寻的 和神喜悦的事情 这个八章里面有看到 但是以色列百姓 向撒木耳提了一句 祢求说 要立一个网 为什么要立一个网 他们不想看到神这样的模式 希望用人的模式来管教他们 而不是借着用 施施 向神 神得到 启示之后 施施在 向他的百姓 诉说 这个模式 怎么去做 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当时的人 就说 神也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告诉撒木耳 你就听从他们 就这样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才去做了一些 要去找 要立一个网 但是我们知道 就是说 第一个 以色列被立的网 就是扫罗 其实扫罗 从小 他本身就是一个 大能的勇士 九章里面就开始记载 就是一个勇士 又健壮 又俊美 在以色列中 算是一个很 体格又漂亮 比人又高一个人头 算是一个高个 而我们知道大卫 当初大卫要出征的时候 跟哥利亚的时候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这个扫罗的那个盔甲 要穿在大卫身上 没办法穿 这是我们从 人间里面有看到 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 扫罗 然后 我们看到了 扫罗被撒木耳 就是说他要召集 然后用油膏 膏有倒在扫罗头上 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动作 在现在来说 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已经就像那个 别的前书里面所续说的 军尊的祭司 我们的身份 因为我们在奉主耶稣圣明祷告的那一刻 如同祭司般 我们可以把心思意念 就直接向神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我们已经没有所谓的祭司来带领我们 我们现在的身份就像祭司一样 我们在奉主耶稣圣明祷告的时候 神已经明明在暗中 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做 告诉我们要怎么行 这个是我们从 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 所以我们应该 不必要再诉说说我们 我们要怎么做 只要向神祷告 这已经是 常坦的事 神要告一个王 当然要有一个很好的 灵性 当然 扫罗也有这样的品性 才会受到 当时 神告诉他 这一个人 我们讲扫罗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 他可能 我们可能今天就不认识扫罗这个人 那从圣经里面至谦 能够看到说 扫罗 是一个做事认真 体贴父亲担忧的心 但是只要遵守神的道 神仍然看顾 这是一个神何等的慈爱 对他 撒木耳为百姓代祷 我们看到 十二章 十二章里面 神告诉百姓 是 就是扫木耳 告诉百姓说 神已经 为你们运营 要立一个王 他现在已经连迈了 那有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要传承这个接棒的工作 让扫罗 来去做 当然 扫罗一登基 做了什么工作 他要面临 非力士人的征战 那这个征战 一定要去面对 不管哪一个人去接 以色列的王或士师 都会面对周围的 那些 比如说非力士人 亚马利人 这些外邦国度 他们都会侵略 所以在圣经里面有看到 当时扫罗 如果 面对非力士人的步兵 油车三万两 马兵六千 步兵向海边的沙那么多 那以色列人看到会怎么样 会怕 那么多啊 那自己的以色列兵多不多 不多 那在不多的情况下 撒摩尔告诉他 你们要定我 说 那个 守定的日期 等了七天 在那当天 扫罗 跟他的 以色列的军 好紧张啊 两斤对视 就说随时会有爆发 随时会有征战 这个时候再不祷告神 神没有余 以色列们 以色列的军 一起同行的话 这场战争 会失败 所以扫罗 都在这样的 两难之际 因为 很多的兵 跟老百姓 都跑掉了 能再面对战场的 没有几个 不多 从十三章里面 减选三千人 两千人跟随 不多 因为看到这个 非力士的兵 他吓到了 很多百姓也都吓到了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扫罗 自己去做了一个 献祭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造成 是不好的规范 那当然我们所知道的 这件 就是说 神的荣耀就离开了 扫罗就没办法再继续 当 一个 以色列的王 那时候他们就要放弃了 神就放弃了 扫罗 后来我们看到扫罗 又开始所谓的 有撒旦在他的心中 后面 就说 就看到了 每次战争的时候 因为这个动作 造成以色列军 每次打战都打败 都打输 非力士 所以说 神又在另外一章里面 告诉他 要去断争 跟面对这个亚玛丽人 在15章里面 结果打输了 又打输了 15章里面 在撒末尔跟扫罗说 你要 跟亚玛丽人战争的时候 要把他们的 任何东西都不要留 军 人 牲畜都不要留 可是扫罗 可是扫罗违背命令 这个违背命令 扫末尔也责备了他 扫罗也认罪 但是这个时候 神 当然 当然我们知道 没有 顺从 前面我们有所提到的 听命 圣与献祭这件事情 扫罗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动作 在跟亚玛丽人战争的时候 又做了不好的示范 所以 神说要叫扫末尔再找另外一个 一个网 来接替扫罗网 所以就在16章里面 又看到了 耶稀 耶稀 就告诉他的仆人说 找耶稀 看他的家人 有几个是适合的 当然神已经知道 这个人是谁 比如说 面色红光 双目清秀 容貌俊美 这件事情 唯有大卫 当然神 不看外表 只看人的内心 虽然耶稀有八个儿子 七个儿子都从他面前经过 都没有让扫末尔看中 神已经知道有底 就是我们讲的大卫 那大卫在17章里面 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说 当面对 对菲利斯人的所战 当我们看到 我们就是用人为的方式 会去看待 什么叫做战争 可是在大卫的面前 因为他从小就牧养他 他父亲的羊 所以 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因为他小时候又面对了羊 羊会有想要吃他的利物 熊 狮子 狮子 会出现 这是我们从十几章里面也看到 但他面对 那种信心 这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 就是说 我们今天在战争 不是靠着刀剑 而是同心求神带领 才可以面对这一切的战争 当然我们看到那场 大利亚 打倒了 大卫打倒了 戈利亚这件事情 是让我们能够 觉得说很不可思议 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能够说 从圣经里面 认识这场战役 也是很值得 神击杀 借着大卫的手击杀了戈利亚之后 神有很多的 让 他身上看到了很多 嫉妒跟羡慕 当然一个羡慕是扫罗的羡慕 一个羡慕是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 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有看到 扫罗 基督 基督他 在这场战役当中 扫罗杀死千奸 大卫杀死万万 所以他心中的 那种忌妒就放在心上 这是我们能够 要学习的地方 扫罗位 畏惧大卫 那也是因为他本身自己觉得说 没有做好 所以 也很怕大卫会杀他 但是处处在逼迫的是扫罗 扫罗到处去追杀 这是从我们十八十九里面都看到的 屡次大卫躲避扫罗的追杀 但是好几次 大卫都能够反击 但是他没有做 大卫心中就说 扫罗他是一个被神高的 所以 受到神高利的王 所以他不能残害 虽然有几次大卫能够 可以去反击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不可以杀 扫罗 因为这是神所高利的 所以在二十章之后 就是记载扫罗 追杀大卫 大卫一直在逃避 甚至逃避到 非利式的地方 从二十一到三十节都 满藏一段 甚至从他的 举动里面我们看到 神明明可以让大卫居杀扫罗 但是他选择了 也就是说 因为扫罗是神所拣选的 神高利的 所以他不能杀 不管他是违背了神的命令 所以在圣经里面 看有很多点 能够让我们学习一下 虽然 但扫木尔年纪大了 但是他还是一样 很关心他的子民 希望说 以色列百姓 要重新归回神的面前 我们也有看到 大卫在 在二十二章里面 雅度兰洞里面 躲避 但是 虽然是这样子 神还是一样照顾他 不管在哪里 扫罗第二次 就是说 他在上厕所的时候 割了他的浴巾 甚至在战场 要追杀他的时候 没有急杀扫罗 把他的枪 把他摸走了 跟他的衣服 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有看到 后来 大卫 大卫 因为在那个地方 当然 跟以色列 以色列在出征的时候 他也在帮 帮忙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 扫罗在做 大卫也在做 眷顾以色列 之地的动作 当然我们碰到了一个 二十五章所记载的 拿巴事件 拿巴二眼相像 没有好好的 有时候 这个大卫 是不乖的 好像 不听从主人的 一般人 所以说不被看好 所以拿巴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好是他的 老婆 比亚该 告诉他说 离大卫的普人去 被赶回去之后 牙比开就是拿巴的老婆 告诉 就拿了一些食物 就说 要送给大卫 那在送给他说 东西先出去 然后随后 牙比开也过去 到吃日的早上 才看到 才看到 就是说 他们有碰到 大卫 能够说 求 大卫 喜怒 这是我们从 二十五章里面所看到的 如果 拿巴的老婆没有做这件事情的话 当时 他 大卫会加害他的全家 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 稍微留意这件事情 只因 没有 就说 他能够 拿巴能够那么安稳 是因为 全国太平 让他们能够 自由的买卖 一样的意思 那我们现今的生活也是非常安逸 但是在安逸当中 我们还是继续求神带领 也能够在 最终 像现在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 除了求神带领 我们还是要 规范 我们不要去接触 不要去 往人群多的地方 求神能够 带领 好 二十七章二十八章 都讲到 扫罗 去做了一些 我们所看到的 没有听从 扫墓的一些动作 当然我们看到 神 怎么样 急杀 听到一些不良的 我们看到 二十九章 费力士人 跟 因为是扫罗 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这心中的那种 那种忌恨 也让他能够 非常的 很 就是说 看到大卫一定要把他杀死 那种心 一直到三十章还是这样子 你知道 当然 我们看到三十章 大卫 领他 去面对这个扫罗 扫罗 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不是很像 所谓的 歹人啊 你不要 不要像这样子来 追逃 如果说 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生活里面 能够看到说 神 看到我们做不良的行为 当然神击杀 或是责备 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做正直的人 绝对神会公平的待遇 给我们 那在菲利斯战争 里面 我们三十一章看到 扫罗 出征 结果 打输了 打输了 被菲利斯人追杀 以至于 快要被杀死的瞬间 我们看到这个 神 在圣经里面看到 就是说 不要让这些未受割离的人 来杀他 叫他旁边的人 来杀他 所以 旁边的人也不敢 最后 扫罗是死在自己的刀下 那还有以及 他的两个儿子 约拿丹也死在这个 战役当中 这是 撒摩尔记上里面 所告诉我们的一些 事迹 有时间 我们就到这里 接下来 我们借着 简短的悟心祷告 求神能够带领 耳后 中期班的课程 学也能够在圣经里面认识 神在告诉我们什么 能够让我们的信仰复兴 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 同心闭目 我们 由老师带领悟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感谢主 带领着我们的脚步 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诉说 向你请求 我们祷告 都是要感念你的恩代 让我们在 在 这样的疫情之下 我们还有机会 用线上的机会 能够一起 崇拜 敬拜你的时间 我们也感念主耶稣 你带领着我们的脚步 不管在做任何事 都是依着你所说的教训 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人当做什么 神怎么样告诉我们 都是从圣经里面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教导我们 主啊我们愿意 听从你的教训 天命圣影献据这件事情 我们能够遵行 也恳求主耶稣 带领在这样的日子里面 更带领我们耳后 我们是否能够重新 再回到你的面前 在神的殿中 欢喜快乐 称颂耶华 如你的名 主啊求你继续带领 我们终极班的学员 能够在他们的学员里面 长进 在他们的灵命里面 能够借着你的话语 成长 能够发挥激励 做主你的功 求主耶稣约纳 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天上的圣名 哈利路亚 阿们